这次咱们讲什么呢 讲这个thumbnail thumbnail feather thumbnail feather 首先咱们先说说这工具有什么效果 比如说我在这新建一个什么呢 新建一个word的文档 新建一个word的文档 在新建一个word的文档里面呢 写一个字 这个哈哈 然后呢 我把这个word的文档 选中它的字体 多大字呢 88号 大家注意 这算一个这个任务档里的像 对吧 我再打开一个基本机 再缩小了 然后呢再打开一个IE 打意上哪呢 上下百度 百度 好 那么这块这块就是三个页了 对吧 三个 三个任务楼有三个任务 那么你看我鼠标一到这的时候 什么效果 鼠标一到这的时候 什么效果 鼠标一到这的时候 又什么效果 哎 它为什么会变得这么大呢 还记不记得这个 这个缩略图 它没这么大 是吧 那么这东西怎么搞出来的呀 哎 双击这个 这个东西呢 就叫 Them Nail Them Nail Them 这个B不发音啊 Them Them什么意思呢 是大拇指的意思 发音呢 第一个呢 是 咱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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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面呢 Nail Nail 是这个 指甲的意思 爪子 指甲 咱们 那 咱们 那么这个单词 后边呢 还有一个塞子 塞子 就是大 控控控控大小 那样 塞子 塞子 不是大小吗 塞子 控大小控制器 Them Nail Them 好 那咱们 现在可以可以看 它 它可以调 调节大小 比如说 哎 调 调节一下 它变小一点 就把这个 最大的 这个 高度和最大的 湿度都往往小了 表 没看到 是不是变小了 啊 相当的小啊 那 那你可以往大的 调 调多少呢 调到360吧 360 5天 是吧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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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65 再看看 哎 这个 这个是不是就比原来大了 而且效果很好了 对吧 这块呢 还有一个啊 爱的飞丽 emation emation啊 不是爱的飞丁 anim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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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跟anima 没什么关系啊 是动画的意思 增加 但 但入但出这种动画 animation 那么 你 你可以设置一下长或者短 时间的长或者短 你说 时间长点 就比较慢啊 1000号秒 一秒钟才出来了 就时间短点 就闪出了 啊 哎 这样是是这个 这个 你可以 调整一个时间 哎 600 比如说 thumbnail 那么这个thumbnail 说开机的时候能不能运行啊 哎 你点下这块 点下这块呢 你可以看到 他这块有按钮了 现在这个按钮是这个 star的 ave visa thumbn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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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开机就运行 哎 点一下 当然呢 允许一下 他开机就运行了 第二个呢 是这个 呃 不允许开机就运行 他 他 他都是这个 相互的关系 好 追住一下 那么咱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工具是谁来做的 这个名称呢 就是ave thumbnail thumbnail 然后说 c一下 然后呢 搜一下 咱们那样 咱们呢 这个这个 这个百度搜的好多都是中 中文的 中文的 其实因为这个作者是一个外国人 所以咱们用用G点试验来搜一下 啊 唐搜背一下 回头 哎 搜索也是一些一些中文的 之后呢 咱们就可以看一下在哪下载啊 关键是查到这个作者的网站 看看作者还做了哪些 哪些东西 看第一个 第一条记录有没有 有没有这方面的介绍 我的数字生活啊 这是一个介绍的文章啊 thumbnail 这就是搜猎族 搜猎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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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大 那要塞的 哎 一些中文的介绍是吧 您读和没有宝单什么 你拿到的原始的英国文章 可以看一下 他所谓的原始的英国文章是什么 什么 你读和没有宝单什么 这个就是他的原始的英文文章 是吧 就是实际是他一个用用一个在线翻引擎翻译过来的一个东西 也有一些图是吧 我说怎么语意那么不通呢 不像中国话 他说这个开源的文件全都有 是吧 最大最大宽度最大高度都有 然后呢 然后咱们得找一下作者对吧 作者在哪呢 首先咱们可以进这个文件家里面看到有这么四个文件 第一个是autostatter.exe 直速运行.exe 第二个呢 是xamnel.exe 还有一个dl 那咱们肯定用的是这个 看那个exe文件 用什么关键字搜索一下呢 用这个这个这个人的名字搜索一下 Ctrl C Andros Verhoeven 我这翻译必定标准 但是基本差不多 就跟那个老外叫这个孙空 咱们知道是谁 来点一下这个 pc t pc 提示箱 查到这个这个人他还做过一些什么样的软件 我觉得这个东西确实不错啊 所以呢 告诉大家一个方法 他们怎么样才能查到这个人还能做到的什么软件 哎你可以看到这个VZ的AVSVSAPP 哎 你就他就一个一个连锁式的东西嘛 是吧 你就可以找到 还做过一些什么东西咱们可以看到 global 老头 刚才看的这个 咱们那边是一个 桌面上上网 就是把一个网站做成一个桌面背景 这也是开源的 source code available 可以开源进行 就是您可以继续开发 二次开发 这个呢 咱们那样也是 source code available 开源的 给二次开发的 还有什么呢 还有DesktopEffects DesktopEffects is an application that adds special effects to your desktop forget old boring and static wallpaper show a dynamic photo slide show on your desktop or just use it to scriber notes 这个声音是好的 对吧 信起来不错 你可以看到 这肯定是一个动态的桌面效果 就是一个视频的效果 当然这个dream scene也可以了 是吧 还有一些什么呢 就是告诉你什么用 是吧 还有这个underwater wallpaper 水下的一些壁纸 你把壁纸搁水下 你可以下载一些 相应的提前pre 就是说 先安装一些包 然后再安装这个文件 然后再安装这个文件 在这里可以安装 这个东西不错 是吧 你可以去试一下 然后ExtraDesktopEffects is an application that allows to ExtraDesktop is an application that allows to allow to useExtraDesktop Desize the normal desktop Use a desktop for storing your downloads 这就是一个帮帮助 帮助下载存储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 帮助你整理这个下载收藏家的一个工具 这个呢 就跟那个超级兔子里面 那个更改这个文件加背景一样 肯定也用的是THOM THOM 農農dsn aprove 就漂亮 valuable 強nya加载 remembering 控制这个文件 在这里 或者That alltså Kaw 比二爱 恩爱 这样的文件 进行空 好 重劲比别的没有啊 总结一下 咱们这次讲的些什么 这次讲的些什么呢 首先是一个工具 叫VimNail Sizer 控制这个Vim是什么意思呀 Vim 是拇指对吧 这个Nail呢 是指甲 拇指指甲这个东西 实际就是缩略图 咱们所说的是缩略图 看到缩略图有不同的浏览方式 然后呢 你可以设置缩略图的这个 高度啊 宽度啊 这些东西都可以设置 通过这个 它里面 程序所带的一个PSC文件呢 你可以找到相应的 作者的名字 通过这个作者的名字呢 你可以到百度或者Google 上面找到这个作者 还做过哪些东西 这样能够了解更多的软件 能够使用更多的软件 好 咱们这次呢就是这样 谢谢大家 欢迎继续关注OEZ教程 再见